如果说复出者联盟30插在漫威迷胸口的一把刀 那么这个索尼打造的毒液将会是一颗治愈伤口的良药 这个曾经在蜘蛛侠3里出现过的超级反派 以酷生的外貌超强的能力吸引了一大堆粉丝 毒液作为一个只能寄托在宿主身上的共生体 虽然大多数以反派形象出现 但这个共生体本身并不邪恶 因为它拥有战士的思想和灵魂 只有在高尚且有良知的宿主身上才能表现出来 但是在不完美的宿主身上 他们就会变得很疯狂 而这部以毒液为主角的电影将在今年的10月份上映 从第一支毫无营养的预告之后 第二支预告总算给了粉丝们一个交代 也让小蜘蛛迷们重新点燃了对毒液的期待 据可靠消息 毒液的宿主将由汤老师扮演艾迪布洛克的主角设定 但影片剧情应该是改编自毒液系列漫画 致命守护者和购身体星球 所以毒液应该会是一个正面人物 而此次的反派应该是蜘蛛侠的第二个正面宿敌 屠杀 作为漫威记下的另一个超级反派 屠杀与毒液不同 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杀人魔鬼 如果说毒液产生的是共生体与宿主的结合 那么屠杀却是毒液的后代与共生体的融合 这也让他在能力超越了毒液 甚至比蜘蛛侠还要强壮好几倍 屠杀除了具备超出毒液的力量和敏捷毒腕 还能用他的手和脚粘附在多数物体表面上 并且能发射出一种类似网状的物质 甚至身体上的共生物还可以变成可分离的武器 漫画中初代的屠杀名为Clatus Cassidy 是一名天生嗜血的连环杀手 在监狱中揭示了毒液埃迪波洛克 后来偶然间接触到了毒液的组织物 从而获得了与毒液相似 但比毒液更强的力量 得到力量后的毒液决定去实现他的杀人哲学理论 于是在纽约开始以杀人来纵恶 最后遭到了蜘蛛侠的阻止 但是蜘蛛侠无论如何也战胜不了 这个比他还要强壮几倍的杀人魔鬼 无奈之下舍得向同在纽约的神奇四侠和毒液寻求帮助 后者出于厌恶自己的产物 答应了蜘蛛侠的要求 面对蜘蛛侠毒液和神奇四侠的组合 屠杀最终并俘获并被关进了 Ravan Crawford精神病院 而电影中却改成了一个小镇上的警长 因为迟迟抓不到一起尖杀案的凶手 从而被遇害女孩的母亲立起三块广告牌公开谴责 最后因癌症自杀 复活后变身屠杀 所以这部电影很可能上演两位经典蜘蛛反派的致命对决 担署赛 啊